有新加坡国民导演之称的梁志强 在钱不够用小孩不笨蛋之后 终于推出军旅题材电影新兵正传 虽然大胆启用新人 但影片的新加坡票房大破无益 主角陈伟恩也收获了澳洲版柯震东美名 4月9日新兵正传一众主创新影片现身台湾 导演更大胆放话有信心超越台湾一众军旅片 其实说真的我们看了很多军校片做参考 包括大陆的包括美国的韩国的 那么我们自己新加坡之前也有拍过一部 总之我都看了一轮 其实台湾的军校片当时拍的蛮多的 我都有看 那么朱元平的那些杂牌军我当然也有看 所以对于拍军校片 我想我应该是相当熟悉的 只是说之前一直没有想拍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实际还没成熟 为影片特别前来站台的台湾美女夏如之 也跟随梁之强带来的强势军女风 放话与化身花木兰 我应该不会想要有女军官 我会想要演那种默默潜入军中 然后是那种女扮男装 然后就大家以为我是男生的女生 就是我想要做一些男生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性感或者是什么 但我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军营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女生很难有机会可以体验到 因为我觉得女生很难有机会可以体验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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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